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使先生 请 何叶满特使先生 您请坐 特使先生 大介总司令已经给我下了命 我一定完成天皇陛下交给我的任务 丑话我必须说在前面 这件东西是天皇陛下钦点的 我在七天 不 五天之内必须拿到手 五天 这 确实是困难了一天 困难不困难我不管 我只要宝贝 陛下 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怎么 你也要派我们的马屁吗 不 我是真心的 你们能把李夫人安全送到前线 给前线的将士集大鼓 一举拿下了宋山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啊 特别是你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你可不能 你以为我要表扬你吗 甭想 我是要狠狠地批评你 我 我怎么了 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 勇气可嘉 可你想过没有 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 我该怎么办 我会心痛死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只要陛下的眼睛 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 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 陛下 答应我 做我的妻子好吗 队长 什么事 师座集电 什么内容 师座命令你马上回去 马上回去 是 大夫官 这怎么回事 我们老百姓砸倒了 还没来得及拉吧 把这些东西搬走 是 有埋伏 林队长 我终于把您判断了 队长 咱们还是准备截法场 把林队长给救出来吧 对 截法场是唯一的输入 我洛勇就爱干这陆林好汉的活 二姐 你的意见呢 我 我别说了 从现在开始 谁要是在替截法场 我就关他的禁闭 队长 难道 难道 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林队长 被日本鬼子给处死吗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你们去送死 这摆明了 是小鬼子的金钩钓鱼之计 他想赢我们上钩 然后各个击破 不 林涛是要救 但不能因为一个林涛 牺牲你们那么多人的生命 铁锋 不要再说了 我再重申一遍境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力 谁也不许擅自行动 要是违抗命力 我从严处之 才能完成 应该预备 要是违抗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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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做 量力 要是违抗命力 要是违抗命力 就想怎么办 得到 我以为想要是违抗命力 都际重 釣上这条大鱼的 是啊 妹妹 我绞尽了脑汁 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我现在就有一个 双管齐下的妙计 什么妙计 你听我说 陛下 答应我 做我的妻子好了 我说 开门 就是 太军 开 来 林大大长 江川太军 要请你逛大街喽 来人 带走 你装扮成李夫人 拧开了土匪 勇气可嘉 可你想过没有 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 我 我该怎么办 我会心痛死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只要闭上了眼睛 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 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 洛勇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 大姐 你说队长 到底能不能同意咱们去接饭场呢 队长不让去是对的 不让去还对啊 你是真的没看出来吗 看出什么 队长的心里 比谁都难过 比谁都着急 他怎么着急了 这不 他亲自进程序斩查去了 这就是 胆敢跟大大日本皇军做做对的 领领头 走 你们欠个千万 别 别学他 是 快 来一口 快来一个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胞们 你们抬起头 不要为我难过 杀死我一个灵头不算什么 但他们杀不绝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把万恶的日本鬼子 打回他们东洋老家去 阿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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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射击 江湘队长 千万不能开枪 千万不能开枪 如果一开枪 这激起了全城民犯 那可就麻烦了 咱还是撤 撤 撤 允桃 好兄弟 好兄弟 这次 我们又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哟 这次 我们又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哟 郝德彪 你先回去吧 哥哥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林涛 在老百姓反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烈火上 又撒了一堂油 我真不知道好在哪里 他越是这么坚决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股 就越有救出他的必要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 这就像开场前的螺谷底 螺谷底打得越急促 说明真正的主角就要登场亮相了 什么意思 田队长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救动林队长了 我又何尝不想啊 但是怎么救呢 去捷运 去捷法场 方副官 你别着急 铁队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 有怪 一定要快啊 队长 小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信长说什么 让我们拿南岳王的传播玉玺来教唤林队 可咱们哪来的南岳王的传播玉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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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拖出去 不 放了我的女儿 放开她 放开她 放她 可以 那你就把你家 祖传的那件宝贝拿出来 跟我交换吧 我们家 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 你不用再骗我了 我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 你家祖传的宝贝 是一尊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它可是当时南越国 最高权力的象征 我要把它 尽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 以此当作它 圣诞寿臣的贺礼 我再说一遍 我们家 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 更没有什么 你所说的玉玺 真的吗 没有就是没有 好 好 机枪准备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难道你们真的不怕死 中国人 是杀不绝的 小鬼子们 有本事你们开枪吧 对呀 也是 你们快要 他们上了 他 我 酒 我 你 你 好 我 我 我 好 我 这件传国玉玺价值连城 天皇陛下日思夜想 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更多手 让我带回到东京去 请特使先生放心 我们是中国人的主宰 他们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的 尽管拿来就是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 我是绝对不会动一下手 我要让他们中国人举起双手 呈现到您的面前 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不信 不信 您走着瞧 只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 警察局长的宝座 我撒 就是你弟 谢谢 我 我 我呢 你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小的月 月小权 权马之狼 使不宜迟 当心 这夜场梦多 我们马上行动 走啊 说什么 陛下不见了 对 他的武器跟战马都不见了 他肯定是单枪匹马地去救灵涛了 这不是胡闹吗 他一个人怎么救灵涛 弄不好 把自己搭进去 铁峰 有一个情况 我忘了告诉你了 什么情况 陛下曾经说过 他们全家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原因 可能跟一个什么宝贝有关系 一些宝贝 我一直在想 这个宝贝 会不会是南岳王的传国玉玺呢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三长两短 咱们家的祖传玉玺 藏在咱们家的祖坟里 听清传了吗 我们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 陛下肯定是去拿那尊南岳王的传播玉玺 那咱们怎么办呀 必须要阻止他自投罗网呀 我们想想办法 队长 咱们是不是有行动了 没错 那我马上去把关燕林队长地点摸清 摸那个干啥 不是去捷狱呀 我们又有新的任务了 快乐 咱们是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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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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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啊 我这是争据队啊 你就是阎王殿又怎么样 你 你谁啊 我是谁无关紧要 你们感兴趣的 是我手上由你们朝思暮想的 那枚南岳王的传国玉玺 你说什么 南岳王的传国玉玺在你手上啊 我的姑奶奶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别叫得那么好听 你也别问我在哪儿 去告诉你的日本主子 如果他真想要这尊玉玺 就让他今晚 十点 带上黑虎队队长林涛 跟我交换 地点野人古破庙 这儿 猫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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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怎么样 搞清楚了 可说 事情的起因 是从日本东京来的一个秘密特使 所引起的 秘密特使 三天就这么碌碌无为的过去了 天皇陛下交给你们的任务 十有八九十完不成了吗 特使先生 何以见得 还要仅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两天又怎么样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 两天足以决定一个巨大战役的胜负 你不用给我上课 两天时间我拿不到传国玉玺 是什么后果 你们兄妹俩应该明白 这次灵涛的被抓很蹊跷啊 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内外勾结的行动 这只黑手已经严重地威胁到 我们和黑虎的安全了 是时候把这只黑手斩断了 铁峰 你认为这只黑手会是谁呢 我只能隐隐绰绰地感觉到他的影子 但是好几次都被他逃脱了 我知道 你的压力很大 我正想为你分担一些 蓝牟 你已经为我分担很多了 我想 永远为你分担下去 这也是我的愿望 这也是我的愿望 铁峰 你装扮成李夫人拧开了土粉 勇气可加 可你想过了 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 我该怎么办 我会心痛死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只要陛下的眼睛 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 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 陛下 答应我 做我的妻子好吗 蓝牟 我答应你 我一定做你的妻子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我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狠狠地打 铁方 我的好兄弟 你可千万别来救我了 这是鬼子的一个巨大阴谋和拳头 你可千万别来救我 放 不 侯德彪和六三手劲 他们俩又来干什么 讨厌 他们说有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会不会是 叫他们进来 太军 侯队长 听说你有紧急情况汇报 十万火急 十万火急啊 就对 个十 个十 十万火急 我知道 二位太军正在为一件事情心急入坟呢 德彪一向为太军这所急 为太军这所想 到底是什么 请直言不讳 请江冠队长不必着急 听德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你说清楚 不知道二位太军意下如何 好 你讲吧 德彪知道 二位太军 有事瞒着德彪 不过啊 凭着德彪的聪明智慧 还是从中间 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的 从东京前来的秘密特职 肩负着天皇陛下的特殊使命 而且给二位太军的期限 已经破灾了 已经破灾了 不知道德彪说的事 对还是不对啊 德彪一向是宽于待人 严于利己 对大日本皇军可谓是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就算是你们把警察局局长的宝座给我 我也会一笑了之 绝不动心的 德彪生是二位的人 死是二位的鬼 不知道这份真心告白 能否打动二位 感动 感动 听了之后 我 非常的感动 谢谢 生我这父母 知我这 国业太军业 所以 德彪月肝胆相照 拯救二位太军与水生火热之中 你们到底 拿什么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 玉玺 玉玺 没错 南岳王的 传过玉玺 这么说 南岳王的传过玉玺 在 你的手里 就算是吧 就算是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江山队长 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 肯定是陛下堂 那咱们快去救二姐吧 对对 咱们快去吧 不行 现在去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那 那我们就见死不救了 当然不是 我们要以静之动 静观事态的发展 然后我们再决定 到底应该怎么做 洛勇 你这是干什么 你想背抗军令吗 军令 姑奶奶才不会拿鸡毛当令箭呢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少来 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你这么固执 我可要去报告铁队长了 敢 你这么蛮横无理 我怎么就不敢了 原来 我还以为你这个大姐挺通情达理的 闹了半天 我怎么了 你跟姓铁的一样冷血 冷血 我这么说冤枉她吗 林队长被抓 二姐又危在旦夕 她不痛不痒不着急 连个叫的人都不听 她不是能显示什么 我真担心呀 有朝一日 我被日本鬼子抓了去 也会落得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 洛勇 你真是个混蛋 天大的混蛋 我还没说你呢 你凭什么骂我 你现在跟她没来眼去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俩 现在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早把我们的姐妹情谊 扔在脑后了 你 你别给彼此就伤你了 你今天要是说不清楚 为什么打我 我跟你没完 你正想知道 我绝不是哑巴亏 三姐 我来替大姐说清楚 你 靠边带着去 我就要说 你这样污蔑大姐和铁队长 就不行 我污蔑 你就是污蔑 我告诉你 铁队长原先有妻子 而且 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我没有胡说 洛勇 这是真的 铁队长 铁队长的妻子和孩子 都惨死在 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了 我不信 我不信 一年前那一天 锦山扫荡的鬼子 把我们龙鹿游击队团团包围住 为了把我们引出来 进行消灭 你们可别干傻事啊 以后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收 小鬼子是兔子尾巴 尝不了的 要为我们老百姓报仇啊 要为我们老百姓报仇啊 我们老百姓还指望着你们哪 我们老百姓还指望着你们呐 我们老百姓还指望着你们呢 帮仇啊 谁都不许动 推回去 推回去 铁队长的妻子和儿子 用生命的代价 使我们的游击队 得以保存下来 难道 铁队长 就不想救他的妻子和儿子 难道 他真的像你说得那么冷血吗 不 他是克制着 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把生的希望 留给了大家 陆勇 三姐 陆勇 你这是干什么 陆勇 大姐 我是个混蛋 我是个天大的混蛋 男人 好 子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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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川侯德彪 你们可以出来了 我来了 竟然是交换我要的人呢 陛下 你 我是来救你的 谁让你来的 谁让你来的 我生要跟你在一起 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陛下 有你这句话 我临头这辈子就知足了 把他的嘴堵上 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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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你要的人我们带来的 你呢 我们要的东西 是不是也亮出来 让我们看看呢 可以 必须 必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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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